大家好 我是小佐 今天是4月8号星期五的盘后 我们继续跟进一下市场的情况 那么今天也是周五 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周末可以继续分析股票 有什么股票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好 我们先看一个特斯拉的消息 马斯克说特斯拉最早明年开始生产Optimus人型机器人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当地时间周四 在德州奥斯汀的特斯拉新车装配厂开幕式上表示 特斯拉可能最早明年开始生产Optimus人型机器人 特斯拉在2021年8月的人工智能日上 首次就Optimus人型机器人做出预告 表示这将是一种能够完成各种任务的通用机器 马斯克声称Optimus最终将能够做任何人类都不愿意做的事情 并将带来一个富足的时代 马斯克还暗示这种机器人将改变世界 其程度甚至超过是特斯拉文明的汽车 然而特斯拉还没有透露这款机器人的工作原形 目前也不清楚在这一阶段Optimus的精密程度究竟如何 人工智能被称为对人类的潜在威胁 马斯克在2018年曾表示 他认为人工智能比核武器更危险 他说当你看到Optimus的开发时 每个人都需要确保它是安全的 不会出现终结者之类的东西 当马斯克首次宣布特斯拉的机器人计划时 他表示这款机器人将基于特斯拉公司 用于自动驾驶功能汽车的芯片和传感器 他称机器人有5英尺8英寸高 头部位置有一个屏幕可以获取外部有用的信息 很多人一开始认为 这款机器人不过是特斯拉的人工智能招聘工具 但马斯克在1月份表示 这款机器人实际上是今年新产品开发的重中之重 当时马斯克谈到机器人时说 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有可能比汽车业务更加重要 他现在谈到2023年的生产 这一事实表明 Optimus是一项实质性任务 其实机器人是一个非常宽泛的领域 他这个人形机器人 确实有点像终结者那种机器人 我们对科幻领域都比较着迷 真落实到现实生活中 我们还是有些担忧的 对吧 不过人类如果走向外太空的话 走向宇宙的话 必须研究这类东西 特别是他刚才说了 必须能完成人完成不了的活 是吧 比如说送到火星上 成为火星的建造建筑师 对吧 去那盖房子去了 等等 去把一切的东西都给都替人类铺好电 然后人再移民过去 是吧 好 开玩笑 这当然一切想象都是有可能会实现的 你看我们近几百年 觉得历史上的原始 几千年前怎么那么落后 那么现在这么进步 那么估计再过几千年 人类将会更加进步 就像三体那部作品一样 对吧 里面描述的人类世界 希望如此 对于马斯克的行动 我们肯定是支持的 好好的去研究 同时如果他研究 他在有生之年 无法把人类推向外太空 推向宇宙的话 希望他把他的大脑留在智能机器人里边 然后继续延续下去 或者是把一些科学家 download到里边 让他们去进化 去替人类打造未来的世界 好 我们回到今天的市场的表现 那么今天大盘的表现 四大指数是有所分化的 但基本上符合我们今天盘前对市场的预期 大家先看标普白指数期货 那么今天是形成一个上下震荡的一个十字星线 和昨天的K线差不多 都表明市场的一个多空博弈的均衡 这是在日线级别上 那么到目前录节目为止 期货在尾巴还在波动 微跌0.2%左右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盘前录节目的时间 是在这根四小时K线上 那么在随后的这十几个小时里 完成了一个反复的上下震荡 那是不是空头就放弃了呢 我指的是标普白指数 看这个样子还是有点要放弃的意思 何出此言 大家看这么多四小时级别的K线 是不是没有在这么多K线附近 创了一个新的低点 那按照美股的脾气 如果迟迟不愿意创低点的话 是有可能再次恢复到多头的波段的 那我们今天盘前对大盘啊 对标普的一个预期呢 是希望今天能够啊给出一个方向啊 但今天还是没能给出方向 也就是说空头也不愿意砸了 那对于这个标普来说空头不愿意砸 那么后续呢应该尝试做多 为什么 因为啊多头仍旧是当前的一个整净况中啊 占主导方向的一个呃 一个占占博弈啊 有优势的一个一个方向 是吧 而且美股本身呢 脾气呢都啊 愿意走多头 所以下周早的时候我们看啊 能不能啊 这个往上啊 走一走 那么万一再往下走呢 所以下下周的时候我们再看嘛 对于标普而言 是吧 总之呢 今天啊空头和多头啊 是相对均衡的啊 空头可能略微啊 剩出一点点 但是优势并不明显 大家看啊 优势并不是很明显 说为什么会这样呢 有人啊特别喜欢听为什么啊 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啊 应该就是给多头啊 如果你是多头视角的话 多头可能会认为现在有可能是最后一次上车的机会 那如果你是空头视角的话 你会觉得啊 他现在就是在砸这个直升区啊 在砸下面这个水平直升区 可能下周再往下砸一砸 这两种可能性啊都有 为什么说两种可能性都有 因为今天是一个横盘啊 对标普来说是个横盘 好 那多头呢 仍旧啊 无需过于的悲观 那空头呢 也无需过于的乐观啊 我们先还是维持震荡 均衡的一种思路去看这个视野 那么按照技术原理呢 技术飞行的原理 应该假设后续趋势呢 要继续直到形成双重顶 不愿意再创新高 或者是创更高的点位啊 为止 我们啊 多头呢 才有可能会短期内放弃 继续看看都 好吗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基本原理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纳斯达克 今天纳斯达克理论上 阴线的强度并不是很强啊 和昨天的K线的高度 整体高度差不多 这表明啊 呃空头呢 也没有啊 给出强势的大杂盘 为什么呢 主要还是下方的水平支撑区啊 过重啊 这个过多导致的支撑区啊 这个也就是说 你看这个蓝线代表的这个支撑区域 还是有很多的支撑的 那么空头为什么没有继续砸破呢 因为他顾虑这一点啊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级别 四小时级别对他来说 今天啊稍稍创了一些低点 但是我们看到后边这两个四小时级线啊 再次形成了一个均衡的感觉 那对 呃 对他来说啊 给出稍微给出一定的洗盘啊 也是对的 因为他也是这一波长得最猛的啊 从一万三千点左右涨到一万五千多 涨了啊 涨了百分之二十几 啊 涨了两千多点 两千多点啊 百分之十几吧 嗯 这个反弹呢 他反倒是需要给出一定洗盘 但是呢 他这个洗盘呢 仅在这根K钱上有所体现 那么后线后边两根呢 啊 相对来说 呃 他有些犹豫了哈 因此呢 我们对纳萨克股指期货呢 可以画一个趋势线啊 那么下周如果他上去的话 稍至停队应该优先做多 说为什么不能追空呢 你也可以在下方挂 脱破单空单呢 止损可以小一点 对吧 我们今天盘前对大盘的思路是 你做多做空都可以 因为我感觉今天有可能是一个横盘 是吧 啊 现在是看 现在看起来确实是 趋向于我说 我所说的一个状态 那罗素呢 今天是微低啊 我们啊 还是维持无需震荡的一个看法 道琼斯今天反倒涨了 哎 这就是今天啊 这个四大指数有些分化 啊 他不愿意下行啊 那么后续呢 我们继续看 那么在四小时图上 我们可以啊 画一个近期的一个下下跌啊 下这个线 大家看 有点突破的意图啊 所以下周 如果在这里形成阳线的话 应该优先继续做多 那么在昨天的时候 我们是先看多的啊 昨天是从这个位置往上谈的 对吧 好 这个是道琼斯 那么四大指数呢 呃 只有啊 这个纳萨克今天略微的给出了一点点空啊 略微的啊 这个空的K线呢 也并不是很 很特别特别特别有优势啊 所以啊 下周我们还仍旧要维持看多的一个思路 暂时是这样啊 四大指数今天啊 竟然分化了啊 好 我们看一下原油 呃 那么关于原油的这个波动呢 我们今天盘前是给出的什么样的思路 呃 那么我们看啊 今天实际上是给出了一个反弹的日线 日线级别的反弹 是多头 那我呢 也没有啊 过于的去看空 我是说啊 最好是在这里啊 先震荡一下 对吧 那么今天确实是给出反弹了 那么在四小时级别 我们看到啊 我们在录节目就在这附近啊 他们稍稍给出了一些反弹啊 给出了一些小多头 对吧 说现在他会怎样 嗯 其实啊 他的消息面是非常复杂的啊 我也没法说 但当前在技术位上呢 应该继续先看反弹 行吧啊 在100一代啊 现在是98吧 在100一代继续先反弹一下 让我们看一下 好吧 这个标的最好先不要碰啊 我看到的是什么呢 那如果啊 多头墙啊 重新回归的话 他务必对我们的这个大型的下跌机制线啊 完成一个向上突破再回踩 可能再会给出一些比较明显的多头不断 那么现在呢 在下跌趋线之下的话 实际上多头呢 没那么强信心啊 那么空头有信心吗 空头也没那么强信心 是吧 现在来看啊 空头也没那么强的信心啊 好 这是一个 窄幅啊 震荡行情 黄金呢 黄金今天在日线级别是给出了啊 比较像样的一个阳线啊 啊 我们啊 我对于啊 中线啊 来说还是要看多头的啊 那么在四小时级别 我们看啊 他实际上是继续向上反弹 再次运动到了这个啊 小小小的阻力区附近啊 估计呢 要上要上1965一代啊 像这个高点附近 迈迈啊 1960到1965这一代 迈迈 好吧 呃 黄金我是觉得应该看涨 那么 呃 这个国际上这些大事还在发生一些重要的 变化啊 那涉及全球治理的一些重要的方面 也就是说世界格局彻彻底底的在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那对黄金来说实力好 好吧 嗯 什么重要大事件 大家自己去看哈 围绕 围绕联合国的围绕这些主要经济 围绕这些主要大国的啊 嗯 好 那么今天的市场整体表现啊 那么大盘方面是给出一些震荡 有的是给出一些小型的回撤吧 呃 那对于股票来说 下跌的股票数量达到6813只上涨只有4900多只啊 空头略微的胜出多头 今天领涨的行业呢 仍旧是石油天然气领域 石油天然气设备服务 油气以及白银和黄金这这这这类贵贵金属对吧 油气钻球和叶岩油 呃 那如果啊 今天还有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德国这边啊 除了美国这边不是制裁了煤炭吗 那么后续呢 德国考虑进一步啊 对于俄罗斯的原油进行啊 这个叫制裁或者是不用啊 但是什么时候还说不清啊 那这个呢 对消息面来说 你说对原油啊 实力好而立功呢 其实这非常复杂啊 也就是说世界上的这个原油体系可能要分成两大系啊 嗯 一个是所谓的西方主导的呃原油体系 另外一个呢 就是啊 俄罗斯单独一条线 那么后续中东包括其他的一个产油国会怎样去分配自己的原油资源在两个体系中 这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目前刚刚有一些苗头啊 所以我们也要观察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 好 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龙头股的表现啊 大家可以先啊 在留言区留言 看看有什么股票要分析 我们今天看一下特斯拉 我们的科技狂人啊 代表马斯克啊 代表了人类未来科技的一个大的方向啊 但我是觉得其实机器人领域啊 早就不断的在发展了啊 特别是在日本这样的国家啊 已经啊 不断的在发展 只不过呢 马斯克啊 他现在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啊 被历史推到了一个推到了舞台中央 他可能代表个别领域哈 但他代表不了所有的智能领域 对吧 好 回到我们的特斯拉K线图 特斯拉K线图呢 我们啊 之前是说啊 在高位给出阻力画好了 就是线之后啊 特别是在这个阴线出现的时候 说可以适当检仓 那么等待一波回撤 那么这波回撤的一个终点会在哪里呢 我个人是不清楚的啊 因为他有时候啊 回撤比较浅 有时候回撤比较深啊 对吧 呃 特别是今天啊 这个标普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潜伏的横盘啊 那么对于啊 特斯拉来说呢 我们再找到特斯拉 他可深可浅啊 那么后续呢 多头应该怎么办呢 你应该捡过他 后续我们画好这个下跌许时线 看看他能有这个直接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再慢慢的布局就OK了 说他会不会建大顶呢 大家觉得呢 现在应不应该看特斯拉的一个大顶 按照技术原理来说 现在还不能看顶呢 还不能看顶 因为近期的多头不但过于的强 因此我们要看啊 在我们所画这个水平支撑区的一个止跌情况啊 然后再看多空双方的一个情况 好吧 现在都不能猜顶了 说美股会不会见顶 呃 资本市场到底会怎么反应 啊 这个涉及到更复杂的一些问题 我这里也不是呃 也说不清 我个人也不是那么极端的掌握那些数据或专一哈 但从K线的角度来说 我们仍旧应该按照技术原理来分析 判断 好吧 呃 因为这涉及到美元的问题了 好 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 目前呢 先假设它是上涨波段的一个回撤 啊 那么后续我们看下跌小趋势线啊 被向上突破的这种啊 可能性 好吧 这是特斯拉 我们之前的计划是什么来着 跌破19啊 跌破1050一带的时候或者1100一带的时候都应该适当的开始减仓了 是吧 再看一看也不要急于去加仓呢 啊 这个是基本的一个策略 好 我们再看另外一支啊 我们把这个英伟达说一下 英伟达也是非常悲观的走出了这样的一个深度的回撤 这个是我们啊 一直把这个图画画在这里 我们现在呢 可以把这个线删一删 那接下来的工作呢 啊 就是要等待他可能的一个止跌的一个情况了 好吧 现在还是非常强势的阴线啊 非常强势的阴线 这也就是科技股也就是纳斯达克啊 这个一直在 他跌的比那个标普和道雄斯都深哈 啊 这就是原因啊 因为这些科技股在回落啊 那么科技股泡沫重吗 大吗 什么叫泡沫呢 泡沫就是你为啊 走大空空头行间的一个借口 那么他在没有确认大空头行间的时候呢 都不是泡沫 他都是坚强的泡沫 是吧 他不会破 那直到啊 你用肉眼判断啊 哎 他走大空头了 那他就是泡沫了啊 一般啊 对泡沫的判断是滞后的 有一些人张了半年两三年的泡沫了啊 包括之前的那个什么 格雷厄姆什么的 对吧 他们都出来啊 这泡沫不可持续啊 是不可持续 那那过去两年 他持续了两年啊 他就不是泡沫 好 接下来我们对于科技类的股票要重症之重的去看啊 他的一个直接情况 反倒其他的这个大盘指桌还好一点啊 那么今天盘前我们分析的这个BRK反倒啊 真的是往上走了 对吧 好 我们今天盘前BRK说至少要去测试一下高位的一个位置啊 他真的就那么走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日线上啊 给出了一个突破回踩再拉升 那么今天就直接弄上去了啊 所以后续我们看到360一代的一个表现 这个是BRK 那么其他的我们啊 先简单说几个啊 嗯 今天的这个半导体领域啊 啊 本 半导体领域呢 本就这个有一个520亿的一个补贴的 呃 法案啊 在推进中 那其实对半导体领域是一个利好 同时呢 未来的机器人啊 包括智能领域都对芯片有所发展 有所需要啊 那么半导体也就是芯片领域了啊 整个产业链呢都是利好的 那现在呢 他还没有跌破这个低点啊 因此呢 我们啊 我们今天盘前的策略是什么来着 是在 这一根K线的上方挂多头的突破的啊 看一看能不能形成阳线是吧 那很显然你没有能成交这个多单 那么现在呢 应该过于的悲观吧 理论上啊 空头的这个势力越来越强了啊 对于科技领略 那么但是目前还没有跌破这个低点 那因此多头呢应该继续看啊 能不能啊 给出一些强势的指定啊 下周下周的时候 下周早期时候 如果不能的话 那我们多头啊 对于啊 科技领域要调整思路啊 对于科技领域要调整思路 嗯 好 呃 对于ZAM来说 以兴航运啊 那么目前仍旧在下跌的过程中啊 所以多头应该继续等待可能的指定和 呃 反弹啊 现在还没有给出啊 强劲的一个 你看这空头过强啊 打阴线往下砸 稍失停队了一个小的停队啊 又给出一根啊 吞没的一个大阴线啊 吞没左侧这个阳线的阴线 所以后续呢 应该继续先看 至少要看啊 反复的震荡啊 偏空的一个小小下下行 那么后续呢 多头要等 说啊 错过怎么办 错过一般都会在上方挂一个多头的突破单 经常啊 现在呢 先不要急啊 因为科技领域能不能指低啊 还要看啊 特别是这个纳斯达克 好吧 好 我们再看几个啊 嗯 ARK啊 我们先说一下 ARK还在回落啊 好吧 ARK还在回落 这个 涨得挺猛啊 那么回落的也挺猛啊 但是回落四根可以下了啊 我们看啊 能不能在下周早些时候 给出一些指低啊 至少你形成双重底吧 那如果真的不愿意走强劲多头啊 我们要调整为按照正偏震荡的思路去做一些多 行吧 到手啊 我们要调整 现在呢 还是在呃 趋势演化的一些初期啊 有些苗头的啊 一对多头 回归的一些初期 因此呢 还不能定性啊 对不对 嗯 因为他左侧是空头的一个波段 我们还不能完全定性 是不是回归到一些强劲的多头 趋势行情 所以啊 我们 我们还需要啊 再观察一下 那么对于其他的 迪士尼今天不涨不低啊 那么我们还是维持这个思路 好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 我们周末的时候继续录制更详细的分析啊 对个别股票 好 我们先这样 拜拜